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您的饮料 谢谢 慢用 您见过唐燕 见过 一表人才 我听我先生说 他一到保密局 把保密局的小姑娘迷得神魂颠倒的 有事没事就在他眼前晃悠 恨得其他男孩子呀压根儿直痒痒 那您先生是 我先生跟唐先生一样 在长城保密局领薪水的 对了 这次他听说我过来 托我一定要找到你 他想 他想什么 他想让你过去见一见聚聚呗 可是现在两边打仗 松花江早就被封锁了 我怎么过去呢 这么长的江案 怎么可能封锁得住呢 我后天要回去 要不要跟我一道过去 这 唐先生啊 除了想见见你 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打算 什么打算 他想让那些傻丫头知道 他早就有了一位如画似玉的未婚妻 免得整天在他眼前招摇过世 害得唐先生五心不定 这件事情我现在不能答复你 我要先考虑考虑 但是这件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说 你的父母也一样 我们过两天就回来 回来以后再跟他们说实话 可以 还有 我想拜托你一下 带我去见见唐先生家人 我想拜访你啊 我可以带你去 谢谢 走吧 小小姐 里面行 快去通报掌柜的 说家里来客人了 慢点 难怪唐先生那么喜欢古丸 原来是有家学的 周太太 这边请 周太太 请喝水 好 谢谢你 伯母 立文来了 这位是周太太 刚从长春过来 她先生跟唐叶是朋友 您是唐叶的母亲 是 是 周太太好 伯母您好 你刚从那边过来 那唐叶怎么样 她还好吧 她很好 您放心吧 来来来 快请坐 快请坐 那您也坐 倒水 周太太啊 那唐叶在那边 整天都干些啥呀 伯母 我好想听我先生说 他还干他那个老本行 叫报务员 你看这孩子 这么长时间了 也不写封信回来 现在不是战乱时期吗 游路不通 电报也打不过来 让您担心了 你说的也是 说的也是 伯母 其实长春啊 跟哈尔滨一样 花花世界 现在啊 战乱时期 人心浮动 满大街都是什么 战地情人啦 临时夫人啦 搞不懂乱七八糟的 每个人都是 今朝有酒 今朝醉 对 泡在酒精里面活着 不过唐少爷很好啊 一下班 就去淘这些什么 古丸 偶尔被那些同事啊 拿到那些下族的地方 去喝花酒 只是应付一下 喝一点点 据我所知 好像 从来没有在那儿留宿过 真的 周太太啊 周太太啊 你回去呢 一定给我捎个信 就说我说的 让他在外边 一定守规矩 要是做了 对不起列文的事 我饶不了他 好 我一定传达到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阿伯 你说唐先生青年才俊 一个人在长春 周围又没个亲戚朋友 什么的 时间已久 忘记 也是 也是啊 实际上呢 我也很想过去陪他 可店里的生意实在是太忙 走不开 是啊 我看着家大业大的 列文啊 你要是能过去陪他 我就放心了 伯母 我也想去 不过 我要回去和父母商量一下 那是 那是 周太太 这次过来啊 一定多住几天啊 好呀 有空我一定多待 自从 接到乔林文的电话后啊 我就拜侦察员 一直暗中监视 今天那个女人 又给他递十条 要他到 陶赖昭的一个小团子里等他 这么看来 他们是要乔丽文过去了 可以肯定 这是武童 拉拢唐叶的一个阴谋 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 我们都找不出 不放乔丽文过去的理由啊 是啊 如果不放他过去 传到唐叶儿里 会引起他的疑心 乔丽文 在这么短时间内 发展成为一个 坚决拥护民主政府的进步青年 非常的不简单啊 这都是 国民党帮我们教育过来的 他的转变 实际上 对唐叶起到了一个促进作用 我有意放他过去 可以保护唐叶 报告 老妈也在 大姐 这两天 我们处理不断监听到 一个奇怪的信号 听起来 就像是收音机里的杂音 但凭它有规律的出现 处理的同志认为 这绝不是一般的杂音 奇怪的讯号 又来了个奇怪的女人 卓木鸟 柳小姐 大姐 曾处长 看你高兴的样子 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啊 大姐 那个女人到了教堂以后啊 和一名男子接了头 后来这名男子 换上了我军军装 回到了哈尔滨以后 到了司令部 找到了军需处的王残墨 我到司令部门位那里去查了 那个人叫邱远 自称是 三纵二世后勤科的 这次来哈尔滨 是专门来催军需的 大姐 这个王残墨 会不会就是海东卿啊 武童对海东卿的保护 可谓是一丝不漏 他连电报都不给他回 怎么可能派个人跟他联系呢 会不会是海东卿 被我们的策像车压的 不敢露头了 武童 也只好派他过来 你不是说这两天 总是监听到一些奇怪的讯号吗 是的 就是那个 向收音机杂音的电讯号 处理的专家说 这很可能是美国生产的一种 新型的收发暴击 大姐 海东卿会不会已经得到了这种 新型的收发暴击啊 现在 王残墨对我们是个好机会 你们要充分利用它 密查 孙月 Gro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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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uuh Groe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聂主 不孝的聂主 这 还说都是我逼的 莫名其妙 就是你逼的 要不是你天天嚷嚷地跟唐家退婚 她能留下这封信就好吗 你陪我女儿 你陪我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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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认我 我也不认她 我瞧我人大不了 做个无儿无女的孤家寡人 那 那我也不能招个国民党 特务来做我女婿呀 别哭了你 这批物资是运往三纵队的 今天晚上就是我 整个车队要是炸进来 这场面一定是畏为壮观 你说的是今天晚上吗 对呀 那即使我们把精码发出去 飞机也来不及呀 那怎么办 回想想看 我们为什么只能靠飞机 你的意思是 用人力炸掉它 靠人力炸车队 那也太快了 沿途都有共军的巡逻队 我来的时候 武区长一再强调 由于我们的情报不及时 让共军履履得逞 我们当务之急 必须要做几件漂亮的事情 为保密局东北去挽回影响 可是 这是武区长的死命令 你这款执行就好了 是 再有 这次任务完成后 你跟我一起回去 回去 这边你指定一个队长全权负责 你回长春 隔三差五来视察一下就可以了 不用长期待在这儿 这也是武区长对你的关怀 谢谢区长的关怀 乔小姐 该走了 走 去哪儿 过江啊 过江 都这么晚了 放心 我们经常夜渡 不会出问题的 那周太太呢 她那边有点事 晚上赶不过来 你先走 不 她不回来我不走 你们想干什么 走不走 就由不得你了 不 我不走 我是马汉鹏 什么 把乔小姐带走了 啊 那个女人呢 没看见 让她们过江去 不要管她 喂 我是龙涛啊 报告龙部长 那个甲丘远已经出动了 好 你们马上通知公安局的马汉鹏 随同你们一起行动 是 放心吧 龙部长 好 不好意思 别多说 您 很急 您 您 是要出动吧 好 出发 再过五分钟车队就要来了 你赶紧把炸炸发在朝中央的要害地方 快 好 够了 走 撤 撤 追 总局 是我 同志 你俩有什么事吗 我来找你们马科长 今晚太晚了 要不你明天再来吧 同志 我有急事 麻烦你通融一下 你的证件 好 好 一定要彻底排查 保证大层的安全 好 谢谢 有备照 马队长 听我梦过来了 是 开门声要走 一起 开门声要走 一起 门声要走 一起 开门声要走 一起 开门声要走 别弃 别弃 你们哥哥少侠跟岗位 要严加盘查 对 尤其是二十岁左右的女人 从现在开始全程戒严 没事 没伤着胡同 大姐 慢点啊 马克长表现得很英勇 特务炸侧向车时 他最先冲向车窟 只可惜啊 没能挡住他们 你呀 就是个猛张飞 我当时一想到侧向车 心里就特别着急 只想着怎么能把他保住 来 他们是在车库里 向你开的枪吗 是 那几个养活的特务 就守在车库门外 距离有多远 我冲到 离他们二十来米的地方 中得枪 我看了他马汉鹏 竟然栽在一个女人手里 你们以为 他只是利用乔丽文 来转移你们的视线 实际上他的目的 就是测响车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 他们敢来公安局战车 好了好了 曾处长 你们情报处 要全力配合公安局 尽快找到那个女人 是 在哈尔滨那儿 挖第三池 也要把那个女人抓住 一将功成 万古枯 一将功成 万古枯啊 啊 副局长 我觉得 那连一手玩得也太狠了 外诊一令 测响车 竟不惜牺牲 那么多弟兄的性命 他们都是 党国的情报精英 党国的情报精英呢 炸了这一辆 测向车 就激活了一个 海东京 还消除了一己 他这笔账 怎么算怎么划得来 副局长 看来他这回 真要扬眉吐气了 陆寺谁手 还早着呢 命令封一良 尽快行动 是 报告 报告 大姐 城里城外 都没有一点线索 他趁也溜走 我倒不奇怪 他趁也溜走 我奇怪的 倒是另外一件事情 这几个两个特务 就守在车库门外 我冲到 一TM二十来米的地方 中的枪 我唐唐罢 韩鹏 竟然栽在一个女人手里 这次 站长 你找我 好 坐吧 我想跟你商量点私事 私事 啥事 日本人投降的时候 在飞机场 遗留了很多汽车零件 我有几个在空军方面的朋友 没有 他们打算全都送给我 这行吗 这什么不行的呀 这年头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能老到实惠 比什么都强 我听说这附近好像有家 顺达汽车修费厂 我看这样 你亲自跑一趟 把这些零件分几批卖给他 价格嘛 别看着办 反正是多卖多分 少卖少分 得了好处呢 咱们两个一人一半 别别别 这价钱我尽量去谈 这 钱嘛 我帮战场办事 不要钱 怎么能不要钱哪 那俗话说得好 上山打猎见人有份啊 我不缺钱 是 是 你是不缺钱呀 你有一个好老丈人呀 可我不能给你比 我得想着发的去劳钱 去挣钱 站长 您误会了 您吩咐的我一定办 谈好处就见外了 先不说这些了 先把东西推出去再说 好 小姐 您喝水 这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保密局长城站 德会情报组 堂叶在哪儿 你带我去找他 真的不知道 小小姐 我就是来带你去找堂叶的 你是 怎么 不认识了 听说你过江的时候 下面的人对你有些不公 我已经不认识了 训练过他们了 我想起来了 没想到你穿上这身军装 妩媚中又添了几分英气 真的 难怪唐叶求我把你接过来 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吗 他担心你不在他身边 他管不住自己 一下子投入到我的怀抱当中来 那你为什么还要把我接过来 因为他觉得 他的幸福记在你的身上 那你就不怕我过来 你会觉得有些遗憾吗 我这样想 我觉得世间的事情 大概没有谁都能占的权 你说呢 你姓什么 我姓柳 柳树的柳 海上航行的航 叫我柳航 就可以了 记住了 走吧 你这位尚司可真够贪的 这么多的零件就给卖了 这就是国君 对了 他为什么一张嘴 就是要卖给顺达气修厂 他怎么知道这家厂子的 你得小心点 我会注意的 要这么说的话 你也要小心 他还不敢动啊 有些事情我要告诉你 走 哈尔滨传来的消息 我们抢过来的侧向车 给人炸掉了 谁干的 听说是一个神秘的女人 天黑之前 我们会到沈阳 他知道我要来 为什么不在长圈等我 军人以服从命名为天聚 尚风有差劫 他怎么可能来接你 战长 钱拿回来了 八千五 有空您收拾 你就真的一分都不要吗 战长 那您看着办 我可是告诉你 这件事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真要是闪了风 我是不会认账的 我一定收口入品 好 辛苦了 那没什么吩咐的话 我想回去了 去吧 一切顺利 东西他们都收下了 钱 钱 钱还没有付 唐爷说呀 最近这个老板手头有点紧 剩一财开张 当挣了钱再付 是 是 明白 明白 来 副局长 嗯 宋玉良说 东西收了 钱还没付 是吗 啊 只要收了东西 付没付钱 都算成就 宋玉良这个人 太贪 我真是有点担心哪 副局长放心吧 这么大的事 他再贪 也不敢乱伸手啊 但愿如此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乔小姐 这就是武区长 唐叶叫的武叔 武叔 你好 乔小姐 你好 请坐 快坐吧 一路上还顺利 还顺利 过江的时候 下面的人对乔小姐有些粗鲁 被我教训了一下 这些当兵的 一个个全是大字不识的大老粗 别往心里去 不会的 武叔 怎么了 感冒了 没事 没事 老毛病 不巧啊 这两天刚好唐叶到铁岭出差去了 不过这两天就回来 你们就能见面了 报告 去哪儿 什么事 孩童进来的 过去把他移出来 好 萧小姐 你坐 幸亏一号 二号首长 二难无恙 我这个做公安局科长的 却抓不住特务 是我的失职 龙部长 我请求处罚 不 这责任不光在你身上 是在我们整个特工部的身上 是我们没有用尽一切手段 去挖那些潜伏的特务 一切手段 我们都用尽了呀 龙部长 我们公安局的各个中队 都查过了 我是说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 这样 老马 我想问问你 在咱们领导高层 你认为 谁最有可能是海东青的 这我可没想过 部长 您是不是 有什么目标了 不 我只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们领导高层 这不大可能吧 好了 老马 你的伤也挺重的 早点回去休息吧 龙部长 您看我这一受伤啊 那天津的胃药 也没给您带来 不要想那么多了 好好养伤吧 行 龙部长 那我走了啊 好 小许 你过来一下 大姐 你该吃药了 等会儿 你过来 来 怎么了 大姐 你先坐 坐下 小许 你不是一直想到一线去工作吗 想是想 但您这儿 我这儿可以再找人吗 那 您想让我去哪儿啊 公安局 公安局 对 马科长的胳膊伤得很重 他身边需要有个人照顾 我不去 那还不如在这儿照顾您呢 小许 我让你到他的身边 其实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重要任务 什么任务啊 唐副弹长 你回来了 我正担心你呢 怎么样 哈尔滨那边有消息吗 据报告 我们行动之后 空军的部队和军用设施 接连受到我空军的轰炸 我估计 我估计 是那只缓过期的海东巾 又开始展翅高飞了 看来 你炸侧向车的行动 就是为了攀活海东青 你立了大功了 哪里 我只是配合行动 信公军的目光 炸侧向车的是柳秘书 柳秘书 对 你听他的 谁是你的上司 是我 我是长春战的负责人 可是柳秘书的命令 我确实也不敢违抗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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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再说了 既然你能保着一条小命 那就是不幸中的万象 差点损失我一员大将 可功劳都被别人领走了 好了 你先回去休息吧 是 好了 你先回去休息吧 是 好 好 李志愿 好 请 请接一下 费心 把您钱挤上 是 李志愿请 沈大哥太客气了 我和家兄可是老同学啊 是 家兄 总是念念不忘老同学啊 每次来信 总是提到和您的同常之仪 他可比我杰出啊 三年前就提中将喽 军委会变成国防部 他这个战略是副主任 也升主任喽 李志愿 清朝 客气 好 您慢点 大哥 我此次在北平共干 忽然接到毛局长的电话 说长春有人把揭发信 写到他案头上了 说长春站副站长唐叶 和一个什么 顺达气修厂暗中勾结 盗卖军用汽车灵配件 损工肥丝中饱私囊 还说有种种迹象表明 这个气修厂 说不定是共产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毛局长震怒 把材料批到督察室里 要我从北平救变来沈阳 查办这个案子 如果 单单是一个气修厂 那就简单多了 可是 一牵扯到唐叶 怎么了 唐叶 是吴局长的爱象 吴局长 是我们整个东北地区情报部门的领导 我们都很劲服着 既是领导 就更该身先士卒 兢兢业业 可我刚来就听有人说 他在长春收受不少下属送来的谷丸 这个我可不大清楚 不过 吴局长喜欢谷丸是人人皆知的 这也属于文人雅浩 我们都很佩服他呀 你就别替上司遮掩了 毛局长指示 此事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不论牵连到谁 都将严惩不带 谁不曾在夜里呼唤黎明 哪怕头上有再美的繁星 谁不曾在风中期盼着 灰雲 哪怕影中有澎湃的寂寂 谁不曾在路口徘徊 谁不曾在路口徘徊 哪怕身边有不断的地 谁不曾经 我想要穿过这片泥泥 我想要穿过这片泥泥 去追寻永恒的天气 擦亮那黑夜般的眼睛 大路看清再一次远行 我想要沾上这座天平 让爱的信仰永不凋零 天亮那黑夜中的光明 我心平静 信仰永不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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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平静 信仰永不凋零